港未息差拉阔引发的套息交易,港会昨日两度触及7.85的药方兑换保证,令金管局入市及银行结余下跌,市场担心资金开始流走,市拆息上升和供楼利息开支大增,但有分析指,供楼人士开支暂未大增,而按揭申请人的供款入息要求亦未受影响。 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,套息交易增加下,港会触及7.85的药方兑换保证,令银行结余进一步下降。拆息亦将随之上升。 预计次季末的一个月同业拆息HIBOR将升至0.6厘水平,更有机会挑战0.8厘。 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相信,一个月拆息在今年底升至迫近两厘。 但曹德明预期,HON的供楼人士开支暂未大增,现时HON实际案息仍然低于P案及定案计划,他又指。 美国年内将继续加息,息口趋势必然向上。有意志业人士要留意本港息口走势。 事前仔细计算自身的供款负担能力,以及评估中长线风险。 松宜选选最合适的案揭计划。 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逢表示,现时银行计算入息要求是以息率较高GHON封顶息率,现为2.5厘计算。 而压力测试则则以2.5厘加3厘即5.5厘计算。 可见现时供楼人士的供款防守力很高,而即使拆息将会上升,但封顶息率未有上升。按揭申请人的供款入息要求未变。 意味着用家现时的借贷能力,按现时入息可借的按揭额,其实未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